下午好,我是瑞铭,为你送上一则即时新闻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被控刚交罪名成立 联邦法院今天维持上诉庭,裁定安华刚交罪程的裁决 这是安华自17年前被控独职和基监罪程 判处入狱后,基监案再度罪程 审理此案的联邦法院伍斯 包括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阿里芬 上诉庭主席劳乌斯 联邦法院法官阿都哈密恩邦 苏里亚迪和南利阿里 10点14分,大法官阿里芬开始宣读判词也有提到 没有证据表明赛夫肛门有伤痕 辩方早前提出的赛夫诚信 DNA样本受污染,监管程序 赛夫曾会见纳吉等疑点 大法官都给予相反的裁定 除了接受赛夫是可信的证人 也认为DNA样本监管没问题,未曾受污染 法官也裁定赛夫事前曾会见 时任副首相纳吉这一回事跟此案无关 阿里芬时候宣判,联邦法院维持上诉庭裁决 裁定安华基监罪名成立 联邦法院宣布暂时休庭 下午一点重新开庭 好让安华的律师团有充裕的时间 针对安华的刑罚进行陈词 随着安华罪程 槟城巴东普国会议席也可能悬空 届时将会有一场补选 另外明年会有何举动? 三党日后面对什么问题? 百国时事会继续为你跟进 没关系 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